如果大家做好了之後呢 我們來這邊把它保存起來 它的專案檔 我們看一下喔 你可以從這邊另存一下 你就看到 它叫做AZ吧 我記得副檔名叫做.AZ的樣子 那存一個就OK的 這是它的專案檔 那麼 如果你有放一些檔案 就是這些素材在裡面 通通都在那個專案檔裡面 專案檔裡面 那你看一下最右上角的發布 發布它有幾種可以發布 第一個 發布到雲端 所以如果你假設沒有 就是所謂的 網站的空間 那你可以發布到雲端 它本身有提供一個 第二個 你可以直接變成視訊 第三個是你可以變成巨幅的動畫 不過當然這個其實 我們如果像動畫這麼長 就不太適合變巨幅 因為這個反而不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你點這裡的話呢 按下一步 它就會請你幫這個命名 選擇一個分類 然後就會發布到雲端上 像發布到上面去之後 它會變成NP4 所以如果說您回到我們剛剛這裡來 我們剛剛在最前面這裡 各位還記不記得我有放一個OBS的影片 這裡有沒有 這個 它這個就是發布到它上面 有沒有直接指定NP4 它就是像這樣子 會放在上面 那你因為剛剛大家是不是註冊帳號了 所以你註冊帳號之後 其實它在雲端就幫你開一個你自己專屬的 自己專屬的那個管理的一個作品的一個區塊 所以你點進去 你也可以在雲端去把你的這個資料刪掉 那我們先看 如果你不傳上去也沒關係 我們就把它直接變成視訊 好你看下一步 您可以發現呢 第一個 它預設的輸出就是NP4 在這裡 有沒有 那問一下大家囉 剛剛我們有打過預防針對不對 好 考那個影片格式啊 這裡720 1080 有沒有 這個是多少 1280乘720 1920乘1080 所以這個是VIP要付費的 那你就知道 我們現在用免費的 所以576這個規格算比較特殊 你知道這是它的高度 寬度是多少 1024 1024乘576 勉強也還可以吧 對不對 雖然沒有到HD的畫質 但是是不是還可以 就是一般使用上還可以接受 簡報啦 或者是網路上 FB啊 都還好 那你就可以這樣 直接把它發布出去囉 所以我先把它放到這邊好了 放到桌面上 好 發布 那這個發布的時間 就看大家的影片長短 你的這個場景多大 那 理論上 如果沒有做很多 應該不會太久 好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把它打開這個目錄 桌面 到底下 點兩下 來看一下浮水印在哪裡 對 因為我的是特別版 沒有浮水印 哈哈哈哈 來啦 你看一下哪裡有浮水印 在這裡啦 點進來 我記得這裡喔 有沒有看到浮水印 所以 這樣了解了 好 所以你們的輸出應該左上角二 但是還在可接受範圍 因為還不算太 擋到你的內容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喔 好 所以 這個部分呢 各位先試看看 等一下我們再介紹 跟OPS怎麼做結合